如果不是你 突然窗前 我生活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面居下 现在网红歌手就是俗称的录影棚歌手 离开了保安条印师 见光是一个比一个尴尬 那么到底他们现场会被翻车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马来西亚知名网红 不要灵慧 凭借走泰国歌区 i like you 涨粉数百万 究竟还在大学现场再次演唱首歌 视频迅速爆红 也因此引来了网友可可的评价 样貌和声音跟视频相差好多 看到留言的灵慧忍不住回复 我也想当360度无视角啊 灵慧的现场其实还是蛮稳的 是少数不翻车的网红 也有网友留言 甩开抖一大批声咔网红 中国千万网红戴雨桶 凭借甜蜜样貌和冬天歌声 收获大批粉丝 可惜就还逃不过现场好打 离开了百万条因事就普通人水准 网友留言千万网红就这 莫叫姐姐用一首不该用情 一夜爆红 憋夹的粤语也能闯出一片天 广东人表示不看歌词根本听不懂 现场更是直接翻车 现场观看不止吓人 原声音也是折磨 太尴尬了 紧急金龙梁姐弟也是抖音乐人 每个视频几十万播放 甚至还有多少出圈单曲 不过现场还是不堪一计 名气大于实力 网络歌手则是见光时一个比一个尴尬 或许这次怀疑他很末落的原因 就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录影棚歌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